我們來補充一個例子 是有關於我們剛剛提到的中間值定理的一個例子 但實際上我們講中間值定理 我們實際上在用 我們實際上用到還是高中所講到堪根定理的概念 所以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來看看我們來分析這個函數 f of s 等於 s 平 s 三方加s 減1 這個函數它跟s 軸的相交形形 所以我們要來觀察一下是有焦點呢 還是沒有焦點呢 那我們用到的概念 你還是用到我們高中所講到的堪根定理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分析呢 我們實際上也是一樣要取一些值來觀察 這個值帶到f of s 裡面去之後 所得到的函數值是正的還是負的 因為我們之前提到我們要講的這個堪根定理呢 實際上應該是要去找 某一個值f of s 是正的或是負的 反正就是你要去找兩個值 讓f of a 乘f of b 兩個值乘起來是負的 那我們就說在 a b 之間 它一定會有一個焦點 好 所以我們要去找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你要怎麼辦呢 我們一樣就是去觀察 好 那我們就去找 f of s 跟 s 之間的關係 好 但我們現在想要看的實際上就只有正負關係 好 所以我們可能譬如說我們從 0啊 1啊 2啊 3啊去做觀察 這個是 0 代音區的時候當然是正的 好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哦 是負的 因為是負的 好 所以代音區是負的 所以它是負的 然後 1 代音區的時候 1 加 1 減 1 變成正的 2 代音區的時候變成 8 加 2 減 1 還是正的 後來你發現這個 s 三方因為值越來越大 你取一個正數的時候 這個三次方的值就越來越大 所以你後面減 1 都沒影響 所以這個值都會變成是正的 然後再來到負 1 的時候呢 變成負 1 加 1 減 1 好 所以這還是負的 但是從負 2 開始呢 來觀察一下 所以負 2 開始往上看 所以你在負 2 的時候是不是也會是 負 8 減 2 減 1 也是負的 後面呢 感覺上都會是負的了 因為你這個負數帶進來 負數的三次方還是負的 負的越來越多 好 負的加負的 再加負的 因為後面這個減 1 也是加負 1 的意思 所以算到最後就全部都是負的 所以唯一的轉折的部分是不是只有在這 你會發現只有在這裡呢 它會有一個轉折處 其他地方都是 往後 都是 值是正的 然後往這裡 它的值都是負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因為 現在 F 的 0 乘上 F 的 1 小於 0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知道 F 的 S 等於 0 在 0 1 之間 並有 1 十根 C 是不是這樣 這件事情我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好 所以這個十根我是可以找得出來的 但是這個十根是誰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現在用我們大概比算的技術 比較沒有辦法去找到這個十根到底是誰 但我至少可以判斷的出 在 0 跟 1 之間 這個十根是一定會存在的 我一定能夠做到 好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就大概從貪根定理 裡面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既然知道是十根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F 的圖形 在 0 1 之間 必有焦點 好 所以這個焦點也是我一定可以算得到的 這個絕對沒問題 好 所以這個只是這個焦點是誰 我們可能沒辦法畫 但至少我們從中間值定理的概念可以知道 我們從這兩件事情的判斷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在 0 1 之間一定有個十根 然後它既然有個十根 這個圖形在 0 1 之間就一定會有一個焦點 這件事情我們至少能夠做到 好 所以中間值定理跟開根定理 並不是幫助你去準確地算出它的根是什麼 它實際上只是幫助我們去觀察某一些事情 但是你使用 堪根定理跟中間值定理 我之前提過 它的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這個函數呢 它必須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函數 所以連續不斷的函數 你暫時就把它想像成 它中間完全都不會有任何斷掉 就像是我現在拿一個粉筆 在黑板上面畫它的圖形的時候 從頭到尾不需要把粉筆離開黑板 就可以把它一筆畫畫完 像這樣的函數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就叫做連續 好 所以中間值定理跟開根定理 在連續的情況下才能使用 所以我們上次也提過 既然是在連續的情況下使用 不需要整個函數整個連續 也能用 我們只要考慮在某一個區間當中 它是連續 然後在這個區間裡面 考慮這個函數它是否跟S軸相交 這樣就行了 好 所以不必然是考慮整個函數的情況 好 所以關於這方面就是 如何從整體來看 然後一直到局部來觀察是否連續 後面的章節 我們會介紹到這樣的概念 等到後面我們提到的時候 再跟同學們做介紹